等到天眼月亮如水 等到姑娘把口线揉碎 年轻人超爱玩的花仙子挑战 居然被一个老奶奶揭露 发布仅16个小时 点赞量便飙升至全网第二 话题讨论度甚至是第一个还要牛 网友纷纷点赞的同时 也不禁想问 这位花仙子老奶奶到底是谁 她年轻的时候该多漂亮 据悉 这位老奶奶来自湖北云阳农村 现年66岁 因为农村人审美更偏向于个子较大的人 所以身材较小的老奶奶 因此得了一个老黑的辱名 2020年6月29日 她被偶然拍到网上后 凭借精致的容颜 迅速收获大量网友点赞并走红 不少网友均纷纷表示 老奶奶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女 甚至还有网友 使用软件还原了一把老奶奶年轻时的样子 看这最终效果 简直活脱脱一副仙子转世模样 老奶奶这次走红 并不是偶然 中间也有很多人采访过她 但她其实并不想被过多打扰 毕竟 作为一个勤劳的农村人 平时一般都非常忙的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我说你会有很多人采访过来 我说你会有很多人采访过来